王毅软身求谈判 菲律宾切断中非海警热线 不敢发布青年失业数据 中共被嘲讽 掩耳盗铃 俄罗斯轰炸机进入英国飞航情报区 英国战机紧急升空 又参加抗议赖清德的活动 四年前纽约打人者被接底 大陆两名女子运动员遭世界甜点除名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二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中共与菲律宾在南沙群岛仁爱礁多次发生冲突 中共外长王毅日前出访 突然放软声调 向菲律宾软性喊话 并将冲突赖在美国身上 说是美国在一旁煽风点火导致的 但是现在菲律宾的回应来了 菲律宾已经切断了中非双方的海警热线 更是宣布中方若强拆 搁浅在仁爱礁的军舰 将采取必要的军事举措 菲律宾破旧的登陆舰马德雷3号 24年前搁浅在仁爱礁 菲律宾派遣十多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助手 并且定期派员运送补给换班 成为菲律宾和中共主权争端的前哨战 中共更是指责菲律宾是故意的早晨 让登陆舰坐贪在仁爱礁 政治双方见把弩张争得难解难分之际 王毅日前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 谈到菲律宾时将矛头指向了美国 指责美国和盟友为自身利益挑拨中非关系 调动地区对抗使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还呼吁菲律宾警惕幕后黑手 还说中方多次提出愿意和菲律宾展开双边对话 妥善处理分歧 希望菲律宾恪守两国共识 珍惜双边关系 但是令中共措手不及的是 菲律宾海巡署发言人塔里埃拉公开声称 菲律宾方面已经停用与中共国海警之间的热线电话 因为这条热线没有为己方带来太多实质的好处 并没有能够从中受益 据悉 北京和马尼拉在都特尔特时期开通了这条热线电话 用意是当双方在海上出现摩擦时 避免双方产生误解误判 减少冲突风险 菲律宾军方发言人阿基拉尔强硬地表示 如果中共强行拆除搁浅在仁爱礁附近的军舰 菲律宾将别无选择采取必要的军事自卫举措 中共的单一敌对行动所引发的一切后果将贵咎于他们自己 台湾新头壳的评论人杨洪基的观点认为 以今天共军的军事实力要完成仁爱礁的攻坚夺取 大概四艘新入列的第五批次054A型导弹护卫舰 加上舰载直20F中型通用直升机 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 四个小时就应该可以完成任务 但是带来的麻烦估计中共很难应对 马达雷山号从来没有从菲律宾的海军所属的军舰当中退役或者是出名 也就是说它是一艘现役军舰 直接发动军事攻击 那就是先级战争 给予美国伸手干预的机会 而战争一旦发生就可能扩大到台海 东海 使中共多年精心打造的蓝水海军 必须面临美国 日本 韩国和澳洲等国的基本考验 不是开出去在特定地升空 起降 摆拍作秀 而是面临火力的战斗 现在的中共没有把握取得胜利 目前菲律宾和澳洲皇家海军两栖攻击舰坡佩拉号 在南海举行有史以来首次两栖登陆联合演习 中国军事评论 默写东营华春秋推算 不排除菲律宾会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军演当中 借助美国澳洲两国的军事力量 向仁爱骄坐贪军舰强行补给 拜登也将在8月18日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南韩总统尹熙越会晤 在大卫营举行领袖峰会 推出新的防御倡议 菲律宾更毫不客气地对准中共最看重的台海问题 重手敲击 15日发布6年国家安全政策文件 把中共武力侵台引发的台湾海峡军事冲突风险 视作重大担忧 并且寻求强化和盟友美国的共同防御关系 与区域伙伴的其他现有机制 以及实现可信的防御能力 面对各强国的联合力挺 中共这次又是进退两难 中国经济的各种问题集中爆发 社会危机四伏 城镇青年失业率连续走高 8月15日中共国家统计局宣布 自今年的8月份开始 中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将暂停发布 网友讽刺说 数据差到连统计局都无法美化的程度了 据官媒报道 自今年的8月份开始 中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将暂停发布 主要原因是经济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 统计工作需要不断的完善 劳动力调查统计也需要进一步的健全优化 报道称 在校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毕业前寻找工作的学生 是否应纳入劳动力调查统计 社会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再比如 随着中国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 青年人在校学习时间增加 在劳动力调查统计当中 对于青年人年龄范围的界定 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等等 给出一大堆的解释 但是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数据 16到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 从4月份的20.4% 一路攀升到21.3% 创下了2018年开始 这项数据以来的最高比率 显示许多大学生一毕业及失业 在大学毕业生面临有史以来 最艰难的求职计之际 官方暂停发布青年失业数据的消息 在微博上招致一片骂声 痛批当局掩耳盗铃 港媒香港01发表评论指出 官方此举很可能有难言之隐 从中国网络舆论的反应来看 官方的解释难以说服世人 优化统计工作绝不代表 暂不公布统计数据 更不代表问题不存在 另外有网友计讽说 把嘴巴堵上 把眼睛蒙上 就能解决问题吗 只要我不公布问题 问题就不存在 你再问 我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英国战机紧急升空 拦截了两架俄罗斯轰炸机 15号早上 两架俄罗斯轰炸机飞越苏格兰以北 英国空军出动台风战斗机 紧急升空拦截 英国国防部指出 两架俄罗斯土布列夫市海上侦察反潜长城 轰炸机图142 早上飞越苏格兰 薛特兰群岛以北 进入英国飞航情报区 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巡逻区空旅 英国空军数架台风战斗机 自苏格兰东北部 罗斯茅斯空军基地 紧急升空 拦截并伴飞 监视俄机的动向 一架航海家空中加油机也升空 全程执行空中加油任务 薛特兰群岛位于英国领土最北端 介于挪威和英国之间 罗斯茅斯基地是英国空军两块 快速反应警报站之一 两架俄罗斯战斗机 没有逾越国际空域侵犯英国的领空 但是英国国防部强调 进入英国飞航情报区的俄罗斯军机 足以对包含民航机在内的其他飞机造成危害 这些俄机往往不于地面的 国际航空交通管制站应答联系 主要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 国防复大臣哈佩说 驻罗斯茅斯基地的空军将持续地监控英国空域 随时准备好 即刻采取行动维护英国安全 根据公开资料 俄罗斯军机有多次不事先通报 不与地面航管站应答联系 及自行穿越英国飞航情报区的记录 英国军机升空拦截半飞 有助于航管站掌握俄罗斯战斗机的行踪 确保国际飞航安全 另外也有嚇阻展现防卫决心与实力的作用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巴拉圭 过境纽约 亲共侨团要刷存在感 也来凑热闹 12日晚上 亲共分子没有出现 但是13日 在十二大道的侨宴会所外 纽约和平统一促进会等亲共侨团在场外抗议 一名四年前打伤了欢迎蔡英文的人士 而被当场被捕的华人男子 被认出再次出现在抗议人群当中 这次他戴了一副黑色的墨镜 站在了美国亚裔社团联合会主席陈善庄的后面 但是一眼被人认出来 他是2019年7月份 在蔡英文过境纽约抵达酒店之前 追着踢打欢迎蔡英文民主人士 当场就被警察戴上手铐 押上警车而带走的人 当时至少有五名中国民主党党员受伤 中国民主党党员王永宏也被袭击 他8月13日指出他认的这个人 当时参与暴力的有好几个人 这个就是被警方逮捕的人 王永宏说 这次他又出现 还不知道收敛 说明他们很放肆 中共说别人是麻烦的制造者 其实他才是麻烦的制造者 从来都是耍流氓 贼喊捉贼 据悉 这次中共还采取了一个新的办法 用车辆 在车上挂着挑衅性的横幅游街 例如一辆挂着 美国福州十亿通乡会标志的皮卡车 竖着的横幅就写着侮辱性的话语 当时正在会所外 接受采访的台湾人社团联合会副会长 许伯成大声的回应 打倒共产党 滚出美国 共产党走开 许伯成接受采访时说 这种人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 受到美国言论自由的保护 但是我们也知道 共产党的行径在美国是会触法的 有些人因为接受中国公安的指令 而触发了美国执法单位的行动 也有来自大陆的华人来欢迎赖秦德副总统 许伯成说 看到最近在中国有些人走线来到美国 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 这一定是有原因的 中共的这种统治手法 让人民没有办法安居乐业 我想他们出来支持 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暴政下的现象 近日 世界田径联合会公布最新的世界排名 来自中国大陆的两位女子田径运动员 廖孟雪和佟曾欢 在全球400米成绩排名当中 双双在榜单上消失 引发外界的关注 实际上这两名所谓的女子田径选手 在此之前已经一直因为外形太过男性化 而受到外界不变的质疑 此次没有任何说明 就被取消了世界排名 让这两人的性别争议再度浮上台面 而大陆田径目前低调处理 据了解 廖孟雪和佟曾欢 都是湖南本地选手 廖孟雪专攻200米和400米 佟曾欢则专注于400米赛跑的项目 两个人过去就曾因为明显的喉结 过于发达的肌肉等男性特征 身材也没有典型的女性特征 被质疑真实性别是男人 近年稍早的6月份 大陆田径协会应国际田径联合会的要求下发通知 要求各省市队的田径中心对女性选手进行严格的血稿同检测 一旦超过国际田径联合会规定的标准 禁止该选手参赛 因此两人遭除名 也被认为与此规定有关 但是大陆自媒体似乎在帮忙开脱 在报道廖孟雪和佟曾欢被取消世界排名的事件的时候 特地强调过去男性运动员参加女子比赛的情况时有发生 对此中共体育部还没有回应 不过有中国的媒体发文表示 两个人的成绩和资料都还能搜索得到 希望借此为自家选手灭火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